美國現在在撕裂過程當中 然後兩場戰爭 蔡委員怎麼看 第一個來看到 這個是普丁總統說 如果你取消 這個所謂武器限制的話 烏克蘭你要用西方武器 去打我俄國的話 我們會呢 就等於是 等於西方跟我們俄羅斯開戰 他們會做出反應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 拜登最近跟英國首相會面的時候 就沒有放寬 烏克蘭使用這個武器的限制 那另外再來看到 肖茲拉 義大利副總理 通通也說不允許 提供呢這個武器去打 這個烏克蘭境外的目標 然後陳人士忌非常生氣 說你不要再拖延等等 還說9月要會晤拜登 有勝利計畫 但你真的勝利計畫嗎 俄羅斯反攻說呢 已經在庫斯克 在9月10號收了10個住民地 另外更別說 拉夫羅夫說 要把你從庫斯克給趕出去 更別說呢 在頓巴斯已經推進了 1000平方公里 也逼近了紅軍村 這一場俄烏戰爭 我覺得烏克蘭第一個人不夠 第二個武器不足 第三個總統很差 就是三大問題 沒有一樣問題能夠解決的 怎麼說人不過 人口少嘛 所以增兵數量有限 要打這種戰爭的話 你很快就會把人給消耗掉 武器不足 雖然有了美國不斷的提供 剛開始怎麼說呢 哎呀你給我這一款戰車 我就能夠打贏了 大家記不記得 後來不行 哎呀再來給我 飛彈我就能夠打贏了 哎呀不行 給我F-16我就能夠打贏了 還沒打贏啊 那結果怎麼辦 你給我一個遠程攻擊 我給我一個攻擊 莫斯科我就可以打贏了 這個不是一個 戰略思考的領導者 會做的事 回過頭來戰場行事 哇 馬里烏波爾 哎呀 不准投降 堅守到底 然後犧牲再多了也沒關係 他忘了 現代戰爭是打有生力量 你有生力量被磨得越多 老兵越來越少 新兵上場能幹嘛呢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嘛 而俄羅斯不斷的找什麼 那個瓦格納的訓練他的新兵啊 兩鄉的差距就拉開了 對啊 到了打這個巴赫穆特 哇 像角落架一樣 不斷的把人送進去打 那你明明知道那個就是一個坑 在那邊整整烏克蘭 至少丟了四個鋁 不曉得這個總統是什麼當的 最近更經典 明明這個紅軍城已經打成那樣子的 還要丟兩萬到 這個四萬的人要進去 庫爾斯克 對 那個是不毛之地耶 那個沒有什麼大城市耶 沒有什麼戰略價值啊 你跑在那邊幹嘛 這個 所以整個烏克蘭的指揮系統 出問題才是最大的一個禍害 對啊 還有呢 打赫爾松 明明那個河 你根本沒有辦法補給過去 你應該把派兵過去 那 這個 這個 俄羅斯很快樂啊 你過來的時候 泡兵打一打你就掛了 對 在一連上 一整年死傷上千人 是 我不曉得幹嘛 然後就 對方宣傳 哎呀我已經攻進去了 跨過河了 所以 他沒有戰略思考 他也不曉得幹什麼 挖東牆 補西牆 整天在玩這個遊戲 就是為了在 這個 歐美版面上 沾了一塊 我們打了俄羅斯多厲害了 然後就 全世界所有的勇武派的 後來就每天網路上作戰了 那我有一點很承認一點 就是 哲倫斯基所做的畫面 影像 哇那不是要比俄羅斯高檔多少 每一次普丁站在那邊講話 就呆呆死死的 那一畫面 哼 哲倫斯基講話就很生動 因為畢竟 他演員出身的 對啊 而且剪輯啊 編劇啊 各方面都變得好 可是軍事就不講這一套 政治才講這一套 對 你拿你自己烏克蘭子弟兵 在玩這種遊戲 每一次都拿命 去玩他的政治遊戲 是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糟糕的 政治領導人 那你今天說 你給我遠程武器 就可以打贏了 你有沒有搞醜啊 你說派了幾架這個無人機 打到莫斯科 或者到俄羅斯境內 通通被打下來 就隔兩天人家飛彈就到你家了 所以哈爾科夫的電廠已經被打光了 哈爾科夫今天不曉得怎麼過冬天 冬天要來了 對啊 為什麼過冬天啊 蘇美被炸得差不多了 你那個庫爾斯科的人 能不能退回來 我都懷疑耶 我都懷疑耶 因為俄羅斯很擺明就是 拖在那一邊 慢慢跟你打 然後怎麼樣 那你好好過冬天 你沒有補級的部隊 過冬天一定很慘的 我們看過什麼 希特勒啊 我們看過誰啊 看過拿破崙啊 就這樣掛啦 所以 不曉得誰在幫他們做 戰略上的思考 那你現在沒有了 又要什麼 又要遠征武器 如果遠征武器再沒有用 是不是下一步要 要核子武器是不是 不能這樣 那你除了這個要以外 你手准時機在幹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 這場戰爭命定烏克蘭 會走到這個地步 因為你烏克蘭有很差的總統 有很少的人口 有很差的武器 那沒辦法 你們自己找的 怪不了別人 今日美國跟美聯社有做一個調查 27%的共和黨人 跟32%對呢 川普持有好感的共和黨說 政治暴力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說不公的狀況之下 不公平真的所謂不公平的話 可能會有政治來解 用暴力來解決嗎 然後芝加哥大學教授就說 我們真的來到一個火藥桶般的國家 好兩個變完之後呢 川普說我不要再跟你變了 因為我贏了 我贏了 然後說自己贏賀錦麗 不跟他變 不管怎麼樣 這個民調現在看起來 變完之後呢 賀錦麗是民調是上揚 超過了這個川普 但是呢 其實呢也在伯仲之間 CNN說你們呢 像賀錦麗大概49%支持度 川普48%真的也是這幾天 這未來都很重要 然後呢那最近呢 賀錦麗也接受了單獨的訪問 然後就被問到說什麼 怎麼評議物價等等 但他沒有直接回答說 自己的成長背景 結果呢就被保守派的評論員說 你是空心菜 台灣人很有感吧 空心菜 然後另外呢說到兩場戰爭呢 川普就說能夠讓俄烏停火 賀錦麗酸啊 川普你會讓普丁坐在基輔 那你怎麼呢 讓這個停火呢 范斯就是川普副手說了 未來如果他當選的話 會有非軍事區 迫使烏克蘭接受俄羅斯佔領的 你出來想要趕快跟習近平主席來見面 10月有沒有可能呢 我跟你講 美國現在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這次選舉啊 我覺得越來越邁向危險的這個地步 當然我們這個觀眾可能有很多 祝美國朋友啊 不是危言聳聽啦 因為事實上的話 這兩個選舉啊 這兩個候選人啊 看起來啊 真的是 怎麼講呢 是比數越來越近 這個在伯仲之間 那伯仲之間很危險啊 因為川普曾經講過好幾次 他認為 美國現在這個選舉方法 根本是有問題 他要恢復什麼 他要恢復選票 也就是所有去投票的人 都在一個選票上蓋章 而不是透過電子計票機 美國很多是用電子計票的 我們現在台灣還是堅持什麼 在那個選票上蓋章嘛 然後一張一張看 美國不是 美國就是通過電子的系統這樣投票 川普講了很多次 所以呢 即使是 如果說他這一次啊 沒有贏 又輸一點的話 你看他根本就不太贊成 目前這個選投票的方式嘛 所以他如果說要有 要有問題的話 他是可以隨時提出來 而且美國這個選舉啊 他有幾個 最後這個宣布 決定是由國會 兩黨的聯席會議決定 所以是在一月的 一月初 所以上一次就在一月六號 就是國會要宣布的時候 就打起來了嘛 對所以美國即使選舉完以後 如果有一方不認輸 如果是川普又以極少數輸的話 那川普不認輸 你想想看不是歷史就重演嗎 對 就是你不記得ABC的這個 這個訪問裡面 記者就問他啦 你覺得如果這次選舉 你又不幸的又以極少數輸的話 你會不會再掀起一月六號的那樣 去四年前一月六號那樣的事件 川普沒有回答耶 川普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